再来关心吃的安全 台北市卫生局今年公布了第一波豆制品的抽查结果 32件产品当中总计有11件超标 有的是添加了工业用造黄 有的则是被验出了残留消毒剂 而国内知名的松青超市贩卖的黄甘丝 也传出含有超杀虫的消毒剂 虽然目前问题商品都已经下架了 但是为了让民众吃得更安心 台北市制作了1000份的快筛试剂 提供民众免费索取 好 那我们再来第一一下 检验员一滴下手中试剂 眼前添加造黄的豆干立刻献出原型 一旁残留消毒水的黄甘丝也一样 这些都是不肖业者 为了让产品卖相好看保存期限长 评价了不能用在食品中的工业用造黄和过量消毒剂 办法提出它的一个进货证明 那目前卫生局呢 已经依食品卫生管理法35条的规定 先处分业者 处分3万块 同时呢我们也移情法务部调查局进行侦查 北师府公布豆制品抽验结果 32件产品中一件被验出 含有工业用造黄 7件残留过氧化氢 也就是消毒杀虫剂 两件防腐剂过量 另外一件则是同时含有消毒水和杀虫剂 被验出造黄的豆干是出自摄子摄中街 7号对面的摊伤 吃多了会伤害肝脏细胞 另外知名松青超市的黄甘丝 则被验出消毒杀虫剂残留 吃多了会造成头痛 想吐 对皮肤 眼睛甚至肠味道 都有可能造成腐蚀性伤害 浸泡在水里头40分钟 泡完之后可以把水倒掉 或者是在烹煮的过程当中 不要用加盖的方式 因为基本上像防腐剂跟过氧化氢 它会随着水蒸汽的部分就可以挥发 松青超市澄清 出问题的商品早已下架 强调出问题的是上游源头 他们也是受害者 但是食品安全灵魂报 叫民众怎么吃得安心 有电TV李文化吴登丽 台北报道